三季的滿壘打擊成績 在這一季還沒有出現過滿壘的關鍵安打 就是那個責任吧 就是大家都有把它去做好 因為始終你還是要相信自己 就是滿壘那一次上去打 其實也是告訴自己 因為隊友都已經那麼努力地上壘 我不可以這麼輕易地去出去 我先不要管結果好不好 我要先把我自己能做該做的做好 我相信結果應該是都還不錯 就比較激昂啦 因為開季前準備的都還滿不錯的 只是開季之後就自己默默地會有一些壓力這樣 當安打出現的時候 壓在自己身上的那個壓力就釋放掉了這樣 第二次 atrav Colin局打出去的那個時候就知道了 所以至少這一場看到穗層是滿大的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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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加油 counsel 媽啊啊啊啊啊啊啊 其實從第一局開始就狀況蠻多了 過程蠻辛苦的 因為有些想法上跟想要做什麼 會有一些需要再去 因為狀況來的時候再去磨合 老冠我這球擋得很好哦 因為其實今天蠻多MISS 還有被抓到一次那個超時那個 因為其實我們都太專注在場上了 就跟他講說不用強勿 把你的節奏做好就準備好準備 今天這場其實蠻不容易的 其實還蠻感謝隊的 因為隊友大家都咬住 該做的大家都把它做好 那種感覺那種氛圍 有點往那連勝的感覺去的時候 那個氣氛自然是會越來越好 有些東西不是你可以去做 它就有辦法呈現 因為那也是需要我們大家一個 一個拉著一個 就是幫大家這樣hold住的時候 那種氛圍是會越來越好 就像今天這樣 其實雖然跌跌撞撞 可是大家對我咬到最後 我覺得真的感激 感激我們隊友在後面看我們 你知道嗎 群人的勝者 仍然是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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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西紅